原标题 人在位期间不仅宠信宦官,迫害民事,还大肆卖官御决,以此来弥补国库中的巨额推动,维持奢靡的生活享受。 虽然卖官御决的现象早已有之,但在东汉年间情况最为恶劣,由以灵地在位时未慎。 与以往帝王们小范围,临时性,隐蔽性脉官不同,灵地的脉官则呈现全方位,立体式,团伙性特点,从朝廷到周军县,所有的官职都能当作商品出售。 连位及仁臣的三宫官太尉,司徒,司空,也在标价出售行列当中。 不仅如此,灵地的自己卖官之余,还授权太后,万官,甚至如某年卖官,真可谓立军瞻,和灵地在位时大肆卖官御决,为尽量多捞钱,并体现公开,透明的原则,灵地团队。 每一个官职明码标价,实行价高者得的禁派原则,灵地时,开宏东门网卖官爵,宫金周郡下至黄寿各有差。 其父者则先不前,凭着道官而后背书,或因尝试,阿宝别字通打。 见后汉书卷五十二,尽管买官费用极高,但还是让热衷仕途的豪门大姓趋之若无。 比如曹操的老爹曹宗,就曾用一亿钱买的太位之职,尽管只做了一年时间便被罢免。 在这种大环境下,即使连平日有德行操守的名士,战功赫赫的名将,也纷纷加入其中,比如崔烈、段九、樊陵、张温等人便是例子。 曹操曾用一亿钱买得太位的职务,按照当时的规定,凡孝连,茂才出使为官,或有人晋升为次使。 二千十级别的官员,在就任前,必须要向朝廷缴那大量的买官钱,每齐名曰助捐钱,修工钱。 如果候选人做的是大郡太守,往往需要缴纳两三千万钱。 当然,在就任之前,候选人可以到西阁,跟专司其职的宦官讨价还价,谈拢后交钱,然后便可以上任。 如果不想买官,却被朝廷看重并晋升的官员,要被强行遣送至认所,逼使他们搜刮民财,然后补足买官钱的缺口。 这种行为无异于强买强卖,跟强盗没什么区别。 此时,二千十级茂才孝连迁除,接则驻军修工钱,大郡是二三千万,余个有差。 当之官者,皆先至西元邪假,然后得取。 有钱不必者,或是自杀。 其手倾者,其不知官,皆破浅之。 剑后汉书卷七十八,司马直被强行任命为太守,并被勒索千万钱很不幸的事,素以清廉文明于世的官员司马直,便属于这类被吹的官员。 中平二年一百八十五年,司马直被朝廷强行任命为巨鹿郡太守,按照惯例需要缴纳两千万钱的修工钱,但是考虑到司马直家境一般。 估计榨不出多少油水,所以,大宦官嚷嚷,赵忠便答应减免三百万钱,并特许他上任后分期付款。 然而,对于两袖清风的司马直来说,一千七百万钱的修工钱,依然是个天文数字,如果不向巨鹿郡百姓大肆搜刮,自己根本没办法凑齐这么多钱。 然而一想到要祸害生计本已艰辛的百姓,司马直的心中,便满是抵触感,愁苦无济之鱼,索性在家庄并不肯到巨鹿郡赴任。 张让,赵忠负责卖官事宜,借此为妃作戴张让,赵忠见司马直躲的家中来仗,心中又戏又恼,便派人到他的家中催促启程,并威胁他若不赴任,必然会奏请皇帝治他的重罪。 司马直被逼无奈,只好启程赴任,但行日梦今,即将度何时,终因不肯违逆自己的志向,在当地服毒自尽。 司马直在临死前留下一书,抨击麦关玉绝对官场的毒害,对百姓的祸害,言辞甚是激烈。 司马直被逼自杀的消息传出后,朝鲜上下一片恶案之声,麦关玉绝邓策,自然便成为天下竞相抨击的焦点。 所以,灵帝在看到司马直的遗书后,既震惊又自责,便跟群臣讲,全都是震了醋,从今天起暂停休工前,严禁任何人征收。 十句路太少和那司马直心处,一又清明,减则三百万。 执被召,畅然曰,为民父母,而反割拨百姓,以称时求,无不仁也。 此即,不听。 行至梦今,上书及臣当事之师,古今祸败之界,即吞要自杀。 书奏,地为暂决修工前,尹文同上。 司马直自杀的消息,让汉灵帝气震惊,又自责然而修工前暂停没多久,灵帝便固态蒙发,再次开西哥卖官。 灵帝通过大规模的卖官,虽然积累起惊人的财富,但这种饮阵止渴的敛败方式的副作用实在太大, 不仅导致政坛愈加黑暗,而且使得百姓怨生载倒,破产,流亡者难以计数。 没几年时间,便又发生是浩大的黄金军运动,导致帝国走向崩溃的不归路。 史料来源,后汉书,资质通建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